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储存那些数据呢 在这些表面是数字来的 00001 002 是不是代表我们可以直接答B number 就是一个数值 但他真的考试答B就是中复了 就是错了 因为这个0001 其实就不是一个数值是1的value 因为如果它真的是numeric value 例如是inager 如果1应该只会出1 就不会前面有四个 我们所谓叫leading zeroes 就是一些带头的0字 所以要做到有些leading zeroes 这个基本上一定是string 或者是文字 就是text 如果我们用program and language的眼光去看 有时我们叫做strings 字串 至于其他选择 例如a general d scientific notation 科学技术法 这些都是不对的 所以答案是c for cat 好 DSE 2016 ICT paper1a MC第二题 这题只有18%学生或者考生答对 翻查考评过来这么多年的年报 历界DSE 最差的题MC答得最不好表演的题 就是这题了 18% 最低是这题 为什么会是答对的答案呢 那题目就讲了一个device 它用8bit去储存一个character 一个字母 例如一个hd 就是一个character 另外它用16bit 去储存一个inager 一个整数 那题目就认为了这样的string 一个字串就是hkdse5 基本上第一个问题 你会问究竟这个hkdse5 这个5字 究竟它是不是inager来的 这个究竟是不是整数 就如我们讲了 这个其实是5字 其实有两个inverted comma 将它包住 这个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数字来的 它是一个character 或者一个string 长度是1 如果我要5这个整数 就只能够是这样一个 只是5字了 这个呢 就会是一个inager 所以陈伯比 他说用16bit 去储存一个inager 对这个5字来说呢 其实它就不是一个inager 所以基本上这一部分 我们是不需要理会的 所以相信很多考生 当年就中伏了 即5它当是inager 他说放16bit下去算 前面那里5个字母 就每一个当是8bit 其实呢 正的答案就是 这里每一个字母 H,K,D,S,E,5 总共有6个character 而每个character 是用8bit去储存 所以答案呢 就是48bit 但是这件事呢 未完结的 因为呢 陈伯比这个答案呢 是并没有用biz做单位 全部都是biz的 为原组 而我们呢 知道1个biz 是等于8个biz的 所以呢 最后呢 我们都要把答案 除回8 8bit除8 就是6biz 所以答案呢 就是a for apple 这个题目呢 如果你当了5字呢 是16bit的呢 那这里呢 就会是48bit 再加多8bit的了 就会是56bit 除回8 即是7个biz 你就会选择b的答案 但是其实你想一下 转头呢 就是我们不能够硬式 把题目呢 inager 就是16bit 这样 看到5字一定是当inager 其实都很难把 前面是5个字母来的嘛 那5要当成一个整数呢 你很难把character strength 和 integer 将它合并的嘛 其实是不可能的 另外还有一个 所谓叫中伏位 因为最后答案 算了48bit 那你很容易会选择c的答案 你看到48 但是单位不同的 biz 你就是biz 所以我们要留意 unit 都是重要的 其实我们计任何数呢 storage unit 是biz 还是biz 不同单位 绝对是不同的意思 不同的答案 所以不可以只换48 就选c 那就会是错 所以难怪 当年这题 只有18%的考生 答对 DNC2016 ICT Paper 1A M4第8题 这题只有39%的考生 答对 题目是问关于8bit 8bit 8bit tools complement 给了个这样的bit pattern 给考生 就是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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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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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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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bit的place value 基本上都是照做的 这里可以顺带出一条问题 如果你把题目改一改 把第一个1改成0 即是7个1 究竟这个decimal value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另外我见到这个bit pattern 这么多个1 最后一个value竟然负1 看来有些是counterintuitive 即是不是很common sense 其实都可以解释的 为什么8个1是负1 我们知道正1 再加负1 是等于0 正1的8bit 2s complement 很明显就是7个0 再加1个1 000001 这样加负1 我们知道要加负1 就希望出到0 即是下面可以有8个0 这个很明显就是0的代表 8bit 2s complement就是8个0 所以你说000001加什么 会出到8个0呢 答案就是8个1 即是一个fixed amount of computer memory 这个第9个bit 这个呢 基本上是不会有memory 去记得到呢 它究竟是多少的 那我们说是discarded 就是delete了它 discarded 就是飞走它 删除它 其实不是刻意删除 因为根本就是 我们不够memory 去记到第9bit 那意思而已 所以tools complement 它不同我们平时common sense的想法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想这两个数 加起来出8个0 所以这就要填 8个1 以后就是用8个1 代表负1 disc 2016 ict p1a MC第10题 这题有一半多些少学生 是等待多年 那刚刚就说了 有个spreadsheet 现在就准备edit 留意是edit 就是更改 更改那些的numeric data 那就问你 其他东西呢 会不会自动update的呢 自动update 那我们看看这四样东西 它们究竟会不会自动update呢 a only relevant data 是auto update 就是所有相关的数据 是自动更新 那这个呢 你不能说它是完全错了的 就是 只是相关的data update 那还有其他呢 或者更全面的答案呢 我们要看下面bcd 才可以 所以我们 先给一剔一点 B 它说 只是relevant的chart with 那些numeric data 是自动update 那你理想 spreadsheet 不是只有chart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那所以 这个都 不是几次的答案 就是相信呢 有些更加宽的范围呢 都会做完自动update c only relevant data in single worksheet 这里特别强调 只是那个worksheet才update 那看来都不是几次了 没啥可能的 那我们再看d relevant data in multiple worksheet 那这个呢 看来是最make sense 最全面的解释 就是做auto update的时候呢 基本上 所有worksheet的相关的data 都会做 所以呢 答案应该是d for dot DAC 2016 ICT paper on a MC第十二题 那这一题呢 只是问关于workprocessing的东西 那但是 correct percentage 是比较意外地低一点 那这里可能是涉及一些冷知识 就是有些考生是没有在意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就讲了一个rundown of music performance 那就 将一些人名啊 instrument 和时间呢 用这样的形式显示出来 那这些团部就问了 可不可以用tap stops columns 和table 去整这个rundown出来呢 那我们知道呢 要这样对齐位呢 拍space bar 但是就肯定不行了 因为呢 每一个字母呢 creditor的幅度呢 都会有些不同 就拍space bar 拍不到这样对齐一些的 tap stops 可以啦 按tap位 columns 就将 document 斩开做几个的直行 那这个当然都可以的 那关键可能就是第三个了 taple taple都可以做到 将些data拍得很齐整的嘛 那但是taple呢 通常会有个taple的border 有个框线的嘛 那这里又好像没有框线喔 就是没有框线 那还可不可以是一个taple呢 那实际上 框线呢 就是可以做到它是 就是看不到的嘛 invisible 或者呢 转做白色 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taple呢 都是ok的 是可以的 只要呢 你转了那个border的颜色啦 或者是如果看一个软件 没有给你turn off的border 那如果可以的呢 那一样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好了 现在呢 我们看看一个示范啦 那呢 这里第一个 是用tap stop去做的 那看到呢 我这里按些 它是实际呢 那它会是吧 就是按个tap位跳的 比如我delete一个tap 再拍tap tab 那这些就可以对齐回那个的 譬如instrument 譬如pioendo 对回wildin wildin 对回fruit 那你按tap呢 就ok的 那下面一个呢 就是table来的 那这个table呢 其实我试一下它呢 你会看到一些 隐藏了的border line 或者table border 那其实可以开着它的 开着它呢 那你可以转回做 黑色 那就可以看到一个table 只不过呢 你用table的时候呢 弄了一个 就是这样的rundown之后呢 将那个border 譬如转回白色啦 或者这些软件 可以turnoff它都可以 好 跟着呢 就是columns columns是这样setting 这两个columns 你看到上面这个ruler 在简直上呢 是show到这个 是第二个columns来的 这个呢 是第三个columns 那setcolumns就在format那里 这里可以给你选 究竟你的document的layout 可以斩开做多少个columns呢 那就 就是做到它好像newsletter啦 布置啦 等你看的时候呢 就舒服点的 就是不用由左手到右呢 锁个很长的距离 所以说的答案呢 最后就是1,2,3 D for dot DNC 2016ICT PO1A MC第十九题 这题呢 只有39%的考生呢 是答对 那呢 那他就问呢 那些operating systems 就是电脑的操作系统 例如windows Linux Mac OS Android 这些呢 通常会provide些什么功能呢 那首先我们要看看或者了解呢 一个operating system 在一个电脑系统里面 它的角色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那基本上它的角色呢 就像一家屋的管家样 它是一个system software 去manage manage 所有的computer hardware 利盗硬件 软件 software resources 还有要执行那些电脑的program 要用程式啊 或者其他程式呢 提供一些service 一些服务 所以呢 作为一个电脑的 即是一家屋的管家呢 基本上它什么都管的 OS 所以 process control 例如看着program 怎样run 那些process 2 memory allocation 每个program 用多少memory去执行呢 3 network traffic control 那个电脑 怎样跟其他电脑沟通 那些network traffic呢 可不可以看得到 和记录得到呢 那这些全部 他都一脚踢做完 其实 所以答案呢 1 2 & 3 d for dot 但可能 这题的答案呢 可能3呢 又生未必来 操作到 OS 会不会看着 network traffic呢 那其实呢 每一个OS 比如windows Linux 和MacOS 都有内置的program 去追踪 network traffic 那这里 我们找了 三体桶 MacOS Windows 和Android 他们那些 network sniffing program 原来 三个OS 都有的 内置的 可以追踪到 电脑的package 走向 跟哪些电脑 溝通中 就有方法 可以知道的 只不过 如果校生 不是讨Networking Elective 就比较少用 这些 类似sniffing的program 那其实这些工具 在troubleshooting 一个 就是电脑network 是一些 相当有用的 一些tools DAC 2016 ICT P1A AMC 第26题 这些题 刚刚有一半校生 但对 刚刚就说 你建立一个network 的时候 就会用一些 就是 communication link 那我们比较一下 它们的data transfer rate 那里包括什么呢 有CAT6的cable 那些lens线 Lens cable 有satellite的通信 有光纤 有fiber optics 现在想将这三样东西 它们的data transfer rate 由細至大排列 就是由慢至快 其实这里有三样东西 我们大概可以分开做两组 CAT6 cable 即那些lens线 就是lens cable 最低的是光纤 Fiber optics 即是fiber 中间就是卫星传送 Satellite Dish 地球地面有一些锅 去接收卫星的通信 卫星可以覆盖到地球很大面积 譬如一个国家 或者很多城市 一个地区 但有个缺点 因为它离地球很远 那些signal 是有delay 和它的bandwidth 始终因为它是无线的 它是wireless的 暂时来说 有线都会是强过或者快过无线 但当然这个未必是绝对的 只能够说是相对的 一般来说 有线是会快过无线 而这件事可能将来都会有机会变的 因为随着5G network的面势 即是无线是越来越进步的 只能够说暂时来说 起码是2016年 2011年 无线还是慢一点的 所以Satellite应该是最慢的 所以答案不是B 就会是D 接着我们再比较Casix cable 和光纤Optical Fiber 这些可以上网查 比如Casix Standard是1000Mbps 而Optical Fiber 它的单位 就是Network bandwidth的单位 是Terabit per second 这个是Tera 1T等于1000Gbps 因为这个是Network传送速度 不是Storage 不是1024 这个是1000Gbps 就是10吋锡 而1Gbps 就是1000Mbps 所以光纤去到Terabit per second 就远远高于Mbps 所以光纤应该是最快的 Fiber Optics 按Casix在中间 所以答案是B for Boy DSE 2016 ICT P1A MC 第30题 这题只有47% 考生答对 这题也是一题典型的sudo code 问output的问题 结合了这样的sudo code的program 这里面有个for do loop 有个j loop j loop 由1 loop到5 这里有些 command 最后就outputs 最后它要target 就是我们找s的value 是standard的程序 写下dry run table 我们要用的variables 例如s j 没有了 只有两个 s j 另外这里我们要下出 output 因为 loop里面都有 output的statement 好了 这里可以开始了 s 入0 所以s 开始 是0 and then for j from1 to5 j 由1 开始 这里先有output j 即将j 1 这个value output 出来 所以output 会触到1 and then s等于s加j 或者assign s加j tos s 是0 0加1 是1 1 返回s 所以s replace with1 好 接着 回到上面 j就要变成2 因为这个是for loop j变2 又output j 每loop一次 output一次的jvalue 好 接着 s加j 1加2 等于3 3 回到s 所以s 是3 接着再弄回上去 j 如所以推 你会知道 接着下个loop j就是3 接着 output 是3 接着 3加3 是6 6 回到s 接着 j下个value 是4 又是output 4 and then 4加6 就是10 其实再弄回两三次 我们不用再看回 suto code 里面那两句 因为 我们可以看到 table里面 是有一个pattern 现在s 是10 j是4 还要弄回多次 j要弄回到5 才收工 10加5 15 回到s 所以 s 就是15 j到5 这里会再停 不会再弄回 所以outputs s 就会是 写漏了 15 所以就会是 1 2 3 4 5 这个1 2 3 4 5 就来自j的value 每一次都 outputj 最后就final value of s 就是15 提摆比的答案 就是value的数字 就打横写 所以打横写 1 2 3 4 5 1 5 1 5 答案就是beaverboy DX 2016 ICT paper1A MC第39题 这题都是少于一半考生 答对4-5% 提报就说 Mary下载了pqr三个program 三个程式 from the internet 它可以用p的program for trial period 一个试用期 q的 它又可以改它的source code r的program 它可以只是用它部分的功能 我想这个sum function 意思就是 只能够用它部分的功能 现在提问 它就问你pqr 哪一个是shareware 即共享软件 我们先看看shareware的definition 这个来自wikipedia shareware本来是own by一个owner 但是它就愿意公开出来 给人for trial user at little or no cost 就是可能给少少钱 甚至乎是免费 但是通常usually limited functionality 就是有些功能是用不到的 或者只能够用到部分功能 或者那些documentation 不是完整的 那如果你能够后期付钱 就是有payment给作者 有owner 那你就能够用它整个软件的所有功能 那所以shareware 和freeware是不同的 freeware是fullly feature 就是所有功能是百分百用得到的 shareware通常是用到部分的 那另外有不同open source shareware又和open source open source 就是source code is freely available for anyone to inspect and alter 就是program是怎样写 是完全被人看得到 就是好像gip hub上面那些source code的program 一样是被人看 被人研究都被人改 所以由这个定义出发 那我们看看p p有个trial period 都只是一个shareware的特征 有个币给它 and then q change source code 可以改给source code 这个很明显 它不是一个shareware的特征 好跟着r 用部分功能用得到的 那不是全部 那这个都是很有shareware的特性 那所以答案就是p and r only 就是答案是c for cat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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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